現在的市長選情呢? 你有什麼看法? 現在市長的選情我相信 加隆市長 他過去這四年的表現 我相信台中市民有一定的評價在 那當然也有很多 需要值得再改進的地方 那對時代力量而言 我們希望 下一任的市長 加隆他繼續連任了以後 在台中市非常多的改革建設上 能夠繼續推進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更重要的事情是說 不管是誰入主台中市議會 我們永遠要記得一件事 當你取得權力了以後 你必須要對權力謙卑 要對選民謙卑 不可以忘記對選民的承諾 這個時候 在市議會裡面 有堅持理念價值不妥協 強力理性的監督問政團隊 就變成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必須要老實的講 我個人對於台中市議會 在這過去這幾年的表現 我非常的失望 我覺得還有大幅改善的空間 只有理性強力監督的問政團隊存在 才能夠鞭策我們的市政府 在推動各個市政議題的時候 能夠更符合民意 我們很快要去做 還要走 在這幾年 我們會選擇 好多指出 我們會選擇 我們會選擇 在這幾年 你會選擇 我們會選擇 我們會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